因為我很擔心老人家年紀大了,坐在家裡會有很大的問題 有些人真的要上班,偷偷照顧不到老人家 我想社會上是人事所要關注 因為現在人口老化是在日益嚴重 阿妹這天雖然沒有唱幾節粵曲的公公婆婆聽 但阿妹跟她們聊天似乎已經令到公公婆婆很開心了 好,趁阿妹走開了,問一班公公婆婆對阿妹的印象如何 梅坊不錯,現在她做更多的時事 這個人好,為何好快,讓我們都不論迫,知道我們窮人 這個人很好,她喜歡聽她唱歌的聲音 你們一定認為,梅址應該經常來探班公公婆婆,會令她們開心 但原來大明星、大歌星微伏出巡,是有事有煩惱果的 我自己是一個親身的經驗,我要探過一些末期癌病的人 本來想很開心,其實每個月定期都會有一班人去下梅址 我還想參加,我參加了幾次,一知道我來,本來是很普通的事情 變成一個儀式,在做很多事情 我覺得想探望她們,所以回去帶給她們很多麻煩 不過有時這些儀式也不能少,起碼要介紹一下中心的特色、意義 還有多謝梅艷芳小姐,那阿妹什麼時候會再來呢? 你好像這間護理中心那樣,你會突擊自己走下來幫忙嗎? 我會有空進來,找朋友來探望我們 我想老人家很需要跟別人溝通,跟別人聊天 各位,一拉開這塊紅布,就代表這個中心正式開幕 更加代表溫瑟的心意可以付諸實行 謝謝大家